欢迎回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前几讲,按照和上级达成的三个月业绩共识 你应该已经迅速落地了一批低垂的果子了 这时候,抢摊期也快结束了 接下来,公司对你的期望就不只是完成短期的小任务了 你该为下一阶段发力期做准备了 做什么准备呢?你毕竟还在抢摊期 管老板要钱,要资源,要商业模式 他可能都还不太敢给你 但这个时候,调杆要人,正是时候 团队磨合需要时间 等你过得抢摊期,再想做团队调整或者扩张 节奏就慢了 这一讲,我就给你讲讲 怎么从业务出发,调整架构,管理编制 先说组织架构 要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事上 这可是一个技术活 比如说,你认为一家洗发水公司 它的市场部应该按照品牌分,还是按照地域分呢? 比如,是应该一个组专门做潘庭 另一个组专门做海飞斯 还是,一个组专门负责南方市场的潘庭海飞斯 另一个组专门负责北方市场的潘庭海飞斯 咱们换一个部门 如果是销售呢? 应该一个组专门卖潘庭 另一个组专门卖海飞斯 还是一个组专门负责南方市场的所有品牌销售 另一个组专门负责北方市场的所有品牌 其实这一刀啊,是按品牌切还是按地域切 没有标准答案 但有一条指导原则 那就是以客户为中心 比如说,市场部的客户是消费者 那么按照品牌切 更能够打中不同消费习惯的消费者 而销售部呢 客户是不同地域的经销商 那么按地域切 能够更好地为经销商提供服务 条架构管编制 并不是让你一味地向公司要人 你得先看看你的客户是谁 你现在的团队 是以客户为中心进行管理的吗 如果不是 那么你首先要做的是组织架构调整 我给你讲个案例 一家30人的数码产品跨境电商运营团队 原来是按照产品线来分组的 你们这个组负责所有的自拍杆 在所有国家地区的亚马逊上销售 你们那个组负责所有的掌上游戏机 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亚马逊上销售 这样做的好处 是公司内部的沟通挺容易的 因为和产品研发部对齐了 缺点也非常明显 各个区域的消费者行为完全不同 他们没有精力做任何本地化的运营活动 学习了以客户为中心的这条指导原则 他们调整了组织架构 把人按照地区分下去 你负责美国的自拍杆跟掌机 他负责日本的 责任到人包杆到户 更重要的是 大家对于客户是谁明确了 不是背后的产品研发部 而是对外的消费者 你看好的组织架构 就能够让团队运营 精细化程度大幅提升 不过调整完组织架构 新的挑战又出现了 新的组织架构 要求每个站点的运营人员 对当地的语言文化 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这时候管理者就需要再来看 哪些小组人多了 哪些小组还缺人手 哪些人的能力需要提升 还缺具备哪些能力的人 只能去外部玩 所以忠诚管理者 还要学会编制管理 很多管理者不重视编制 也不能根据编制 来管理下面的团队 他们想招人就招人 甚至在人员管理方面 有个误区 以为自己的手下越多越好 一方面人多显得自己 在公司内部更有影响力 另一方面团队人多 每个下属似乎也更轻松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自己创业的时候 在仓库管理上 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我们按照大公司的架构 设置了收货 分包 发货等等岗位 可是因为业务量 远远没有大公司那么多 结果就导致收货的时候 只有收货主在那里忙 忙完之后 收货主人就不管了 基本上一天就干了头两个小时 然后就是打包 发货主的事了 为了管理好这三个组的员工 我们还专门安排了 组长 经理 后勤专员 行政专员 人事专员 等等一大堆的支持人员 结果就是 团队里真正优秀的 想出业绩的员工 都走了 因为他们觉得人浮于事 自己拿不到更多的工作量 业绩工资受影响 留下的人呢 都因为由于工作量不饱和 大家上班时间各种摸鱼 打牌抽烟 不亦热乎 类似的问题 不仅出家创业公司 在成熟的大公司 也同样存在 你千万别以为 带着很多人很风光 实际上人多嘴杂 如果团队太过臃肿 最后只会让 想上进的员工离开 那你该怎么管编制呢 首先 要搞清楚 你的团队 到底需要多少人 怎么算呢 我给你三个方法 去合理估算你的团队 到底需要多少人 第一种 叫工作量法 简单来说 就是把年的总工作量 扣除假期周末之后 根据工作时长 分解到每个人头上 去判断需要多少人 这种方法 适合于重复性 比较强的工作岗位 比如 我前面提到的 仓储物流人员 他们收货 发货的工作量 可以明确计算 还有啊 像固定客户 拜访量要求的销售 或者是酒店的安保 清洁人员等等 他们的工作量 相对可以容易被量化 也适合这种方法 我在文稿区 放了一个 如何计算仓库 该需要多少人的例子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开看看 我非常建议你 前下心来 到基层去 和你的员工 工作一两天 把他们完成 这些具体工作的时间 给记录下来 这样 一来方便你判断 到底需要多少编制 二来 也能让你未来的管理 更加接地气 第二种 叫比例对标法 比如说 在有的技术开发领域 三个开发人员 对应一个测试人员 就是标配 再比如说 一般而言 一个HR 可以服务100个员工 或者一个管理者 直接向他汇报的人 不应该少于10个 等等 类似这样的比例 都是经过大量的 管理时间磨出来的 可以作为你对比的 一个横向标杆 第三种 叫人效法 也就是 把总产出除以人数 得到的那个笔值 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当然 这个笔值 是跟着你的生意发展 而变化的 比如 在淘宝早期 马云曾经定下了 人均交易额 10万美元 加一个编制 而到了支付宝的时候 人效的要求 就提到了5亿人民币 那么 你在向你的上级 或者人力资源部 申请编制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这三个角度 跟他们谈了 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 把要人变成了菜场讨价还价 你要30个 公司只给你20个 最后25个成交 而是应该找个标准 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标准 是否合理 我遇到过一个特别有经验的 忠诚管理者 他是这么跟公司算账 我预计在一年后 团队的人均产出 能够除每人50万 提升到60万 我们团队现在是10个人 我向公司申请 全年给我15个编制 我知道 公司担心人多了 产出是不是会下降 公司可以先给我12个 如果半年以后 人效并没有提高 那么你们冻结我的招聘 你看 账都帮公司算到这份上 我们当然很爽快的就批准了 说完了编制的数量 接下来 我再说说编制的质量 同样是一个人的编制 来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还是个有经验的业务骨干 对你团队的作用 显然是不一样的 聪明的忠诚管理者 不仅会找公司 要合理的编制 还会去争取更高级别的编制 除了能够让自己招来 更多优秀的成员 你可以从三个方面 去升级你的岗位 首先是你的核心管理团队 他们是你的领导班子 假设你是一个技术总监 但是你管理的团队 都是一些刚刚提拔上来的主管 这显然会影响 你的项目进展和突破 这时候 再招来十个八个毕业生 远远比不上 来一两个经理级的管理者 对你的帮助大 其次是你的业务骨干 他们打过多大的仗 就能扛多大的事 你需要一两个 能够把你捅破天花板的业务高手 举个例子 我曾经服务过一家 电商龙头企业一号店 我们在公司 只有几十亿生意规模的时候 就开始了 物色首席商品官的人选 道理很简单 全公司的组织能力 都以技术供应链为主 没有人超过百亿 甚至千亿的零售盘子 但这样的人才不进来 只靠团队现有的人员慢慢摸索 我们根本连门都不知道在哪 第三是你的多功能团队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传统的管理理念是 销售管销售 技术管技术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了多功能团队的管理方式 比如销售总监下面 除了销售经理 还带着HRBP 高级财务分析师 交付经理等等 这种现象在外向型部门尤为明显 比如在华为叫铁三角 一个销售小组 由客户经理 交付经理和方案专家 三个角色构成 早年我在保洁负责销售的时候 去和加勒福沃尔玛这些卖场谈判 我们团队就是直接跟对方的财务 供应链 运营负责人对接 效率高 见效快 很多时候 你再增加一两个销售 对你的团队业绩帮助 是编辑向用递减的 一个称职的供应链经理 就有可能从库存管理的角度 给出专业的备货计划 消除客户不愿意多进货的顾虑 而且这些专家角色 往往是从数据本身进行解读 跟客户的采购之间 并没有利益冲突 立场也相对中立 反而能请到很好的销售作用 所以 如果你的团队 还停留在销售部 客服部这些职能层面 没有深入到功能管理层面 那么多功能团队 也许就是你下一步要升级的方向 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和你分享了 怎么从业务出发 调整组织架构 管理编制 组织架构调整 要以客户为中心 编制管理 可以从数量和质量 两个方面入手 如果你的团队 还停留在职能层面 那么多功能团队 也许就是你下一步要升级的方向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学完这一讲 你盘算一下你团队现在的编制合理吗 你的依据是什么 如果你要向你的上级申请编制 你准备用什么观点打动它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思考 欢迎来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上一讲 你调整了组织架构 向公司要到了编制 接下来你就可以招人了 以前可能是你老板面试的时候 带着你 听听你的参考意见 现在你需要独立做决策了 招人这件事很难 但又非常重要 如果招的不好 请神容易送神难 让人走非常麻烦 所以通过面试 看准候选人 也是忠诚管理者的必备能力 不少忠诚管理者 面试招人都会遇到这样的迷惑 面试的时候明明问到 他有相关经验 等进了公司上手工作 怎么就不行了呢 比如 有个部门主管问我 自己看中的人 面试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 经历也很官鲜亮丽 但是招进来之后 发现对方根本出不了业绩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这么面试的 头十分钟自我介绍 接下来十五分钟 你根据简历上感兴趣的点 问候选人 你做过这个事吗 对方说做过 然后简单说了一下过程 那你就再问他 你学习能力怎样 对方说挺好的 一听到候选人说他有经验 也有能力 你就放心了 觉得这个人可以用了 最后五分钟 你可能会问对方 假设你来我们公司 遇到这种或者那种情况 你会怎么做 然后就结束了 这位部门主管很惊讶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 这么问有什么问题吗 在我看来 这种面试方式 看起来该问的都问到了 但实际上非常容易被面试者套路 原因有两个 第一 只问经验 不追问细节和证据 没有能够深挖出能力 在上家公司有相关的经验 并不代表他到你这 就有做好这件事情的能力 很有可能 他在上家公司 完全是靠他的上司帮忙 或者是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 但他可以美化成 全是自己做的 第二 老用所谓的经典面试题 比如说一下你最喜欢的运动 很多面试官认为 如果候选人不喜欢团队型的运动 那么就可以推断他 不具备团队合作的能力 且不说这个逻辑 是不是真的成立 就算成立 候选人也完全可以提前准备一个 你想听到的答案来套路你 那么怎么通过面试 来识别候选人 是否具备某方面的能力呢 我给你介绍一种方法 行为面试法 我用这个方法 面试过近千名候选人 也靠他 帮不少企业 搭建了招聘流程 为什么行为面试法 能做到看人准呢 因为要讲证据 一件事他能讲清楚 并不代表是他干的 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就要落实到行为上的细节和证据 即使面试者提前准备好了逐字稿 也很难招架出临场大量细节的追问 比如说 怎么证明一个人 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名校毕业 那可能只是他会考试而已 但如果他能够举出一个案例 比如 一位行政 在我的另一门课 有效提升你的谈判能力里 学到了关于价值谈判的技巧 就给供应商开出了一个新的合作方案 通过给供应商提供产品的录制机会 把公司办公室采购成本降低了20% 这就是证据了 那么具体 怎么用到行为面试法上呢 我来带你走一遍流程 整场行为面试 一般控制在60分钟 它有四个步骤 开场 提问 追问 收尾 我在文稿区为你准备了一份完整的面试清单 供你在面试环节里使用 在行为面试中 开场和收尾两个环节 都不承担能力考察的职责 主要作用 是管理应聘者的体验 开场第一印象 是感性判断 跟能力判定关系不大 主要是为了让面试者放松 避免因为紧张而发挥市场 错失人才 你可以先介绍自己的身份 让对方熟悉你 然后才是候选人的自我介绍 这有个小技巧 就是在对方说话卡壳的时候 你可以邀请他喝一口水 至于收尾 候选人提问面试官的环节 主要是仪式化的留下一个好印象 你能够礼貌性的 回答候选人提的问题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确定答案 比如 关于未来的薪资 待遇这些 可以交给HR去回答 或者 你去了解清楚后 再转答 那么 行为面试化的核心 就是提问加追问 下面我重点给你讲 面试的第二步 就是提问了 我给你一个提问的万能句式 请举一个 你在某个关键任务上的成功案例 假设 我要办得到 招一个APP运营 而我知道 运营最关键的三大任务是 流量运营 活动运营 和店铺运营 我会这么问 请举一个 你在开拓流量新渠道方面的成功案例 请举一个 你成功策划 并执行过的运营活动 请举一个 你通过优化页面 带来转化率提升的成功案例 你发现没有 这类提问有两个特点 第一 是要求对方举例子 这样 即使他在面试前 知道了你的问题 也没关系 因为不同的人 一定有不同的答案 第二个特点是 举的例子 要是成功案例 因为 我希望通过候选人 做成事情的行为过程 判断他未来 在我这 能不能继续成功 如果问失败案例 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 不过 成功案例 只能代表他 在这方面 有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还不能证明 他有办成这件事的能力 能力是可迁移的 知识和经验 换个平台 有可能就没用了 举个例子 有个运营候选人 有丰富的流量 获取经验 但是他沟通能力很差 原来的公司 系统比较完善 其他同事 沟通能力强 就弥补了 他沟通不足的缺点 但是 如果你们公司 没有这种条件 那他就很有可能 在你这里 出不了业绩 反过来 有些候选人 能做不会说 你一问成功案例 他就不知道 从哪里说起 可能你就错失他了 那么 该怎么挖掘 候选人的真实能力呢 这时候 你就要用到面试的 第三步了 追问 在这个环节 你可以用STAR追问法 它可以帮助你 不重复 不遗漏的扫描候选人 STAR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S Situation 背景 T Task 任务目标 A Action 行动 R Result 结果 对方开始举例子 回答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这四个方面 开始追问 首先是Situation 背景类问题 比如 一个运营候选人 给你分享了一个 去年双11 他带领团队 打翻身仗的例子 你就可以开始追问背景 先把时间 人物 事件 等基本信息 搞清楚 那次双11 你准备的时间 有多久 你当时团队 有多少人 你汇报给谁 这类问题 用于获取最基本的信息 帮助你判断它 接下来说的案例的真实性 然后 你可以追问Task 任务类问题了 我会这么问 你当时接到了 什么样的增长目标 你们行业的平均增长是多少 这主要是帮助你判断 任务的难度系数 我刚从传统零售 进入互联网行业 去面试员工的时候 就因为不了解难度系数 失守过 每个候选人都跟我说 我接到的任务 是要活动销量翻一倍 我一定觉得都不错呀 但是要知道 那时候互联网行业平均 增长是三四倍 那他说的翻倍 就显得低了 了解完成任务的难度系数 接下来就是追问 Action 行动类问题 一般来说 你要考察什么 就追问什么 招继承员工 我一般会从 怎么想 怎么做 怎么和人合作 这三个角度进行追问 问怎么想 看的是对方的分析能力 看他遇到困难 是怎么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问怎么做 看的是计划执行能力 他在接到一个任务的时候 怎么去拆解目标工作计划 迭代 调整 做执行 问怎么和人合作 是看他的沟通说服能力 我曾经面了一个候选人 怎么想 怎么做 都让我很满意 但是 问他如何跟人合作的时候 他居然说不出一个像样的细节 当时我以为他工作才三四年 确实和别人合作的机会少 就放他进来了 结果和他密切工作之后 我发现 他确实喜欢独来独往 而我们团队的文化是相互支持 最后很遗憾 他因为没法团队协作 没有通过试用期 在追问行动的时候 我还经常遇到一类候选人 明明是他上级的想法 他会说 我们是这么想的 这时候 我会想办法 把我和我们剥离开 我会追问他 你当时为什么这么想 你的上级 当时和你的想法一样吗 你和上级之间出现分歧 你是如何处理的 等等 这样 你就能把它从上级的光环中 切割出来 单独考察他 追问完行动 最后是追问业绩问题 Result 你可以问 你最终取得了哪些成绩 你总结自己做的好的地方有哪些 不足之处有哪些 等等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 看候选人在出业绩的时候 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我曾经面试过一位HR候选人 别的部分都很满意 但是我发现他的案例里 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他特别强势 总是他如何说服老板 说服同事 很少听到别人如何说服他 我就追问他 请你总结一下自己的优缺点吧 他就非常清醒的说出了 自己过于强势这个问题 而且他还提到 在过去的一年 他特意做了哪些工作 让自己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 并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这个回答一下打动了我 事实也证明 招进来之后 他的新岗位上 完全克服了这个不足之处 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一般来说 面试中 你可以拿出三个关键任务的问题 进行提问 追问 一个问题15分钟左右 当然 如果你整场面试完 发现还是吃不准候选人 到底合不合适 有没有撒谎 那么 你还可以通过HR 或者自己 再做一下候选人的背景调查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你可以通过四个步骤 展开面试 开场 提问 追问 收尾 在提问环节 你可以让候选人举三个成功案例 并进行追问 追问可以从背景 目标 行动和业绩 四个方面展开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如果你要面试一位 人力资源部的培训专员 你会问哪些问题 欢迎你在留言区 和我分享你的思考 对